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英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严峻资金危机 随着签证限制的加剧 英国大学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的能力正遭遇重创 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财务状况 还可能改变整个教育生态 自英国脱欧以来 外国学生的签证申请量已经显著下降 这对于依赖高学费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无疑是一计重击 根据最新数据 外国学生的数量虽然高达76万 但去年签证申请却下降了16% 许多大学为了填补预算缺口 开始降低入学标准 甚至对外国学生的依赖程度加深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教育市场 英国大学能否找到出路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学生选择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上学的趋势加剧 英国的高等教育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网报栏目今天关注的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探讨了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目前面临的资金危机 以及受到签证限制影响的国际学生流失问题 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以来在全球享有盛誉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然而近年来随着签证政策的收紧 这种吸引力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英国脱欧之后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根据2022年的数据 英国的外籍学生人数接近76万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热门留学目的地 然而去年学生签证的数量出现了5%的下降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尤其是在2023年7月至9月这一期间 学生签证申请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6% 这对英国的大学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明显高于本地学生 比如20岁的中国学生Leo Sui 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 其每年需支付高达31000英镑的学费 这远远超过英国本地学生的学费上限 自2017年以来 英国学生在英格兰的学费上限 被固定在9250英镑 然而随着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一金额实际上已被削弱 按UUK英国大学协会的估计 这个数额实际上现在只值不到6000英镑 许多大学因此面临较延预算赤字的风险 在新的工党政府宣布将学费上限提高至9535英镑后 大学们表示欢迎 因为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 不过解决资金短缺的长期方案 似乎仍然需要依赖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然而前保守党政府为降低移民人数施加了一些限制 使得吸引国际学生的任务更加艰巨 例如不允许外国学生携带家属 以及禁止他们在学习期间转换为工作签证 这些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 2024年前四个月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 海外申请数量减少了3万份 相比于前一年同期 这是个显著的下降 面对这种局面 考文锤大学校长Ian Dan指出 保守党的政策对大学非常具有破坏性 该大学曾经有4400名来自欧盟的学生 现在这一数字大幅下降 为了应对国际学生减少的问题 一些大学选择降低入学标准来吸引更多的外国生源 甚至一些学校如伦敦艺术大学和克兰菲尔德大学 外国学生已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 这种策略虽有助于填补经济缺口 但也引发了教育质量和入学竞争力的担忧 此外 与国际学生减少相伴的 是教职工岗位和课程的削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讲师指出 学生人数减少让原本的教育危机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 一些学生开始选择前往加拿大 澳大利亚或者荷兰 这些国家提供同样以英语授课的课程 并在签证政策上相对友好 考文锤大学尝试通过与海外机构合作 在多个国家如埃及摩洛哥印度和中国开设校区 来减轻这种压力 即便学生不踏足英国 他们也可以获得考文锤大学的学位 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 或许为英国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总的来说 英国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政策上的限制 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如何在保留教育质量的同时吸引并保留国际学生 保持其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 对英国而言仍然是一个复杂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这一问题的解决 不仅需要政策上的灵活调整 更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和战略规划 未来如何走还需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国际学生是指那些在非本国的教育机构进行学习的学生 这些学生通常离开他们的母国 前往其他国家接受高等教育 也可能参加中学或其他教育类型的课程 国际学生的数量和来源国因目的国而异 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教育政策、文化认知、经济条件和国际关系 全球化进程的增强 以及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增加了国际学术流动性 许多国家未了促进教育多样性和提升国际声誉 积极吸引国际学生 这些国家通常提供奖学金更友好的签证政策 以及支持性服务 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是国际学生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 以其高质量的教育和多样化的学习环境而闻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据 截至2020年 全球有超过500万名国际学生 其中约三分之一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就读 选择留学的学生通常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教育质量、语言环境、经济成本、文化体验 及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学科方面、工程、商业、资讯技术等领域 特别受国际学生的欢迎 留学生不仅为接受教育 还为学习新语言 体验不同文化 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学生对于目的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 是显著的 经济上 他们支付的学费和生活费用 往往为当地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 国际学生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 能够缓解某些国家的人才短缺问题 社会文化上 国际学生带来的多元文化视角和经验 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同时 国际学生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包括语言障碍 文化适应问题 社交孤立 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为了支持国际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许多大学和教育机构提供专门的服务 如语言课程、文化适应培训和心理咨询服务 在国际学生的流动趋势中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的声援国 这一现象 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快速经济发展 及其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增加 此外 欧洲各国也在推行 如伊拉斯摩计划等措施 以促进区域内外的学生流动 国际学生的流动性 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也涉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考量 一些国家未了保护本国利益 对某些国家的学生设限或加强审查 反过来 这些措施也可能影响到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关系 总体而言 国际学生的跨国流动在全球教育环境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它反映了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也为全球教育市场带来挑战和机遇 随着各国教育政策的调整 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国际学生的流动格局将继续发展和演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